撞在了车客渡码头的引桥上 发生了坠海事故 当时飞机上共有10人 包括两名飞鸡人员 救援人员迅急地赶到了现场 据记者得到的走道 并被送往了医院 据目击者称有5名幸存者 但是还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 据悉呢 是打开舱门 才把这5名乘客给救出了舱外 目前这5人的 这5人包括前面 我们知道第一批救往医院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